外贸出口产品的战略战术分析很重要,假如你的产品想出海海外市场,然而你的产品在国外却没有采购商,这样的战略就是有问题的,因为全世界中低端制造业的产业链都在中国。 假如你的产品在国内价格竞争到非常拥挤时,并且国内大厂的采购也是按实力,价格,规模等因素,筛选,排名,优中择优,你根本就没有挤进供应链的机会。 即使你勉强挤进大厂的供应商行列,但国内市场行规的货款回收周期太长,很难收款,可能半年或一年的涨期也会把你压得喘不过气,甚至会让你的资金链断流。 但相对于国内求生无门的情况下,产品出海也许是一个不得不做出的战术选择,虽然你的产品在国外可能也会有很大的挑战,但是国外客户相对来说现金流会好一些,有现金流支撑,那么你的工厂反过来就会好过一些,假如运气超好碰到好客户的话,你还有可能制造神话。